1500大部分關鍵在2500 當然呢 一般的藍 L藍應該是比較固定 不過也有可能會 變動 假設你又增加一藍 或減少一藍 當然我們可以 先來看 如果是 2500的話 基本上 你希望以後呢 多少筆 你可以用偵測 Ctrl向下 有沒有優標放A1 那Ctrl向下會自動抓到 那通常 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你這個地方會把這個數字2500改一下 那通常會在這上面多按個Enter 多一個變數叫r 這個r的話呢 它的來源就是什麼 從range 自動去偵測過來的range Range物件 從A1 幫我向下去追蹤一下 追蹤什麼呢 追蹤就點一下 點1 1的話就end 就是它最下面的 刮鬍 end是方向 就是ctrl向 上下左右 那我是向下 所以 xl down 刮鬍 抓到什麼呢 告訴我 它最下面那個列 是哪一列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回傳一個 那個 它的屬性 ro 就會把這個範圍 最下面的那一列 告訴我 放在哪裡 放在r裡面 那這個時候我就知道說 你最下面那一列是r 可是這個r 我得到也許是2500啦 也許是什麼數字 那你怎麼樣把它替換掉 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把這個2500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你串接它 不過有些同學好像這部分 還是有點障礙 刪掉之後按空 移到它的 這個雙引號 這個是它一個字串的外面 空格 and 空格 加一個r就可以了 那這樣加上去之後 它以後的範圍 就基本上 就會自動抓了 它會先幫你把 最下面那一列 放在哪裡 去做變動 OK大概是這樣改 那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說你改完之後 這邊設中斷點 所以我習慣 你寫完之後 再怎麼厲害還是有可能會出錯 所以 設個中斷點 保險一下 然後呢在做什麼事呢 也許刪掉一些好了 或者增加都可以了 假設我刪除 按右鍵 刪除幾列好了 OK我們可能不是2500 現在只是 2479好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列數變更的 一樣做篩選 那當然你剛剛如果2500那就完蛋了 因為會查到一些 也許會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如果我今天查 順便練習老王好了 再查一下老王 那這兩次的資料應該都不一樣 這個是2500比這個是刪掉之後按確定 那他會先把老王刪掉 那這個地方因為我是個中斷點 F8 游標放在R上面 有沒有 2479 那因為2400 那我原來2500這個地方就換成2479 他一樣去幫我做篩選 一樣做後面的事情 全部跑完 OK 所以呢這個老王 也會產生 不過這個老王 所查的是 新的更新之後的那個 總列數 OK 所以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最下面那一列 假如是不知道是哪一列的話 你可以先在 這個上方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R 然後 可以把這個R丟過來 OK 第一個方法 可是就有同學會可能會問第二個問題 就說 老師那如果說 列 好 那如果是藍 可能也會變動的話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L啦 假如說你砍錯向右 砍錯向右雖然也是L 可是他回來不會告訴你是L 他會告訴你的是 一個什麼數字 L的話也許是好像12吧 所以他回來是12 但是你如果說將來呢 你要把這個L給替換掉 就不像說這個R這麼簡單 因為R是數字 他本來是2500 2500 只是換個數字而已 那L就比較麻煩 所以 如果像這種狀況的話 我會換 另外一個方法寫 那另外一個方法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就又稍微進階了一點 但是還蠻實用的啦 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遇到 藍跟列都要改變的話 那 這裡 寫法就不一樣 怎麼寫 特別主要 這個可能可以把它先 移掉 錢刮弧 後面東西先刪一下 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從Range 物件開始看 這個先拿掉 先打一個Range 物件 錢刮弧 OK 那你可以看到 Range 物件 他 會問你說兩個問題 Sales 1 Sales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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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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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